大家好,欢迎回到市城talk 今天呢,我想聊一个 我一直想聊,但一直没有机会聊的话题 那就是关于新加坡留学 不过今天,我不想聊如何留学 以及留学的途径等等 而我聊的是,留学过程中 可能出现了一些误区 或者是有可能踩进去的坑 那么就根据我的认识和看法 聊一聊这个话题 希望呢,我通过这次的分享 能对那些有意让孩子来新加坡读书的中国家长 或者是在新加坡的工作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其实呢,留学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覆盖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 涉及到低龄、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各个年龄段 今天呢,我就不具体展开讲 仅仅从整体上谈一下新加坡留学的务须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 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疑问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直接与我联系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有保险、投资或理财方面的需求呢 也欢迎与我联系 期待通过这个频道 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 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第一个误区 认为把孩子送来新加坡 差不多以后就能上名校 哪怕很多人没有来过新加坡 但基本上都知道新加坡有两所顶级的名校 那就是南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相信每个送孩子来新加坡读书的家长 都有这么一个期待 希望有朝一日 孩子能进到上面任何一所大学就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所大学的世界排名呢 都基本上在北大清华之上 想要考进去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然而有些家长就认为 只要出了国上大学就很容易 甚至就觉得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上名校 哪怕孩子本身的成绩并不好 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 在新加坡 想要进入包括南大国大在内的公立大学呢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一方面需要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有充分的准备 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特别是对于外国学生而言 更是如此 所以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实际的学习状况 做适合的留学规划 另外留学的时间节点和留学路径的选择 也是非常的关键 第二个误区 认为孩子在新加坡读书 会比在中国国内轻松 之前我分享过 我国内就有朋友 一直很认同新加坡的教育和培养模式 并觉得孩子在国内读书呢 很累竞争压力很大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让孩子考入新加坡的政府学校读书 然而 孩子在新加坡读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意外地发现 孩子与在国内呢 并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觉得新加坡的家长更内卷 孩子间的竞争很大 一点也不轻松 针对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 评价新加坡的教育 不能简单地以轻松或不轻松 竞争是大是小来衡量 具体要看 孩子自身的收获和成长的所得 要看孩子的付出与收获是否成正比 相信 不管在哪个国家读书 都有拼搏的一足 也有躺平的一足 但凡孩子想要做得更好 想要变得更优秀 一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样 同样的努力程度 在新加坡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第三个误区 认为在新加坡读理工学院 没有出路 在新加坡中考之后 如果考进的是理工学院 毕业之后拿到的就是大专文凭 这让不少的中国家长难以接受 觉得好不容易送孩子出国读书 怎么就混了个大专呢 还不如在国内呢 怎么着也能读个本科呀 其实这种看法呢 是不缺席的 理工学院虽为大专文凭 但不等同于国内的大专 它的含金量和受认可程度呢 以及与国外本科大学的衔接度 是国内大专所不能相比的 另外理工学院毕业生 一方面有机会免试进入国大南大 进入本科 另一方面呢 选择直接求职的话 也是很受本地企业认可 特别是对外国留学生而言 理工学院其实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甚至到现在 越来越多的本地家长 也倾向于让孩子选择理工学院 而不是高中 第四个误区 认为外国留学生申请PR 很难或者是很容易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就提到过 普通人如何申请永久居民的话题 其中一个极具性价比的选项 就是通过留学的方式 以再读学生的身份申请 不过呢 有两个条件 一是在新加坡居住满两年 二是参加过新加坡任何一次的新加坡全国性的考试 比如说小刘会考 线条欧水准 A水准等等 据我的了解 这个批付的概率呢 还是蛮高的 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 那么只能选择在毕业之后 先申请工作坚证 进而再申请永久居民 然而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申请 都有一定的申请条件要求 最终 能保批付呢 是移民局综合权衡的结果 所以不能笼统的说 外国留学生申请PR容易或者不容易 具体呢 要因人而异 第五个误区 认为读书就要一口气读到硕士甚至博士 不少家长朋友 在为孩子做留学规划的时候 从小学直接规划到了硕士 相信在不少人的意识里 只有一口气读完硕士甚至博士 认为孩子才算真正的完成学业 其实这陷入到了一种误区 在国内 因为本科生找工作压力比较大 所以很多人才不得不选择考研 甚至考博 以便让自己呢更有竞争力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 考研或者考博 并不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专业 而是纯粹拿一个更高的文凭 在新加坡情况并不是这样 除非你真的想在本专业深耕 或者说想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否则的话 读研呢 并不是一个必选项 或者说 等工作之后 如果真的有需要 再去读也不迟 毕竟大多数的公司更看重的是你的工作经验 而不是单单学历本身 第六个误区 认为读私立学校没有出路 来新加坡读书 不管是中小学阶段 还是大学阶段 不少家长的首选 是政府的公立教育 这一点毋庸置疑 毕竟一方面公立学校呢 有教育资源的独特优势 二是费用的相对比较低 对外国人来说比较友好 另外公立学校的背景 对以后的就业申请永久居民呢 也会有帮助 但是你也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外国学生 都能有机会考入到政府的体系 换句话说 还是有不少的学生 还是要走私立教育这条路的 关于私立教育这一块 其实新加坡整体的水准还是蛮高的 毕竟政府监管很严格 像新加坡教育部只允许公立大学 才能颁发本科文凭 而本地的私立大学 只能通过与海外大学合作的形式 颁发这些合作大学的本科文凭 课程和评估标准 都要严格的遵守合作大学的要求 而这些合作大学的世界排名呢 多数还是不错的 所以哪怕选择在本地的私立大学 教学质量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其实不只是外地学生 不少新加坡的本地学生 也会选择本地的私立大学读书 就像我开头所讲的 新加坡留学呢 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 接下来有时间 我会具体展开的聊一下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对那些有意来留学的家长朋友呢 能有所帮助 让你少走一些弯路 少陷入一些坑 毕竟留学呢 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需要一个合理和理性的认识 好了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留学方面的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直接呢 与我沟通 联系方式 我会放到下面的制定留言里 如果说你还有保险啊 投资啊 或理财方面的需求呢 也欢迎与我联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欢迎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右侧的小铃铛 这样你又可以及时关注我的最新动态了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时辰talk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